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時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剛開始使用賽的時候 比較會用到的功能 然後還有一些我平常習慣使用的作畫方式 那今天主題就是 教大家如何完成一張人物線稿喔 然後我們打開賽之後呢 它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創建一張畫布 它在檔案這邊有一個開心檔案 然後它就是打開版面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有很多的預設尺寸可以調 然後你也可以自己設它的尺寸 這邊也有很多單位 然後這一格就是調它的解析度 然後我們按確定 它覺得噹噹跑出來啦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還蠻重要的左邊這個方格 它就是塗層功能 然後現在我們會有塗層1 然後我們現在隨便畫一個 然後如果我們通常就是還蠻需要使用這個塗層 就是可以多利用會很方便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圖示是新增塗層 我們按一下新增塗層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隨便畫個顏色 然後就是它就蓋上去開起來蓋上去 可是就是它的塗層關係就是你越上層它就會越上面 所以我們線稿通常都會放最上層 然後塗色都會放比較下面 然後就是前後關係就是如果把它拉到下面 它就會變到這個圖的後面就是一個前後關係 然後這塗層都不會方便的地方就是不會互相干擾 像我們現在例如說用橡皮擦擦一下 然後它就只會作用在你選的這個圖層 然後你這個圖都不會互相干擾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個眼睛 就是你畫如果例如說你畫很多東西 然後你想要看一下後面的物件完整度 或是你想要就是背景啊 可能你人物背景分開的話 那你人物可能會打到背景 你可以例如說先把人物關掉 你就可以按這個小眼睛把它按掉之後呢 它就會暫時隱藏你這個圖層所畫的東西 然後這個圖層你就可以完整的看到它原本的樣貌 然後這邊有個垃圾桶就是如果你畫壞的話 你按一下垃圾桶它就會把它刪除 然後就是這個還蠻重要就是這個圖層 記得最多好像最多只能開到300多個圖層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就是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畫太多的話呢 就是最好要合併一下一些小物件 然後這邊有一個就是剛剛說到的向下合併 就是這個圖層你按一下向下合併之後 他們就會合併在一起 那這時候你擦的時候你作用你畫的時候呢 它就會全部弄在一起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講線稿啦 然後我們先把它關掉 那因為我已經事先畫了一個草稿 就是大家可以第一層呢就是先打草稿草稿 然後就是點兩下它可以命名 例如說這是草稿 就打草稿按確定 然後接下來就是剛剛講的有一個新增圖層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來描線稿囉 按一下新增圖層 然後因為我上這個圖層其實本來是用黑色 然後我們晚一點再講怎麼讓線稿變色 那現在我們也要描線 那因為它現在還蠻深的 就是比較不方便描 所以通常我習慣會在這個不透明度這邊 讓它調很低 很低很低 然後這樣就會變比較容易描 然後這個圖層我們就會直接把它到線稿 其實我平常不太喜歡命名啦 我很懶 可是大家最好要分類一下 不然到最後都不知道自己在畫哪一層 然後就是大家 我的畫會習慣就是直接用黑色去描 然後我看有些人喜歡用鉛筆去描 那鉛筆的線條就是比較硬 可是因為我喜歡有一點粗細的感覺 所以我平常會喜歡使用筆 這個筆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有四個小圖式 這個的話就是比較筆件 然後可是它畫出來會 就是周圍會有點朦朧霧霧的感覺 所以我通常都使用在上色 然後線稿我喜歡用這個硬式的 就其實也是看大家喜歡啦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描線稿囉 好我們先從眼睛開始描 然後就是其實 就是這樣 就是慢慢畫 其實它這個就是畫起來還蠻像 一般我們畫在紙上的感覺 還蠻方便的 然後就是大家有耐心的慢慢描 然後就是像出我眼尾的地方 就是會細 我覺得有粗細的線稿會比較立體 比較好看 好我們先大致來描一下 就可能會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就是如果 例如說 有些地方大家覺得畫得很不順手 它上面有個圖是旋轉畫布 就是這個 垂直針跟逆時針 然後例如說我們來旋轉 好然後就是我們就可以比較順 好然後就是我們就可以比較順 的話你覺得 比較方便的角度來描 那最後其實都可以調回來 就還蠻方便的 這是蠻方便的功能 好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慢慢的描囉 好我現在瞄了一顆眼睛 然後就是補充一下剛剛講的就是 這個筆呢就是 會按照你的筆啊有 按照你的力道強度它會有粗細 就是大家可以好好利用這個粗細來買一個線稿 从角度看見 買了小便 就買了特定 XLINE 或者等英文 打倒給你 龍 Thunder 好 我們現在已經描完了五關 然後現在我們要來描繪臉部 然後臉部的地方我是習慣就是 在連接疊的地方畫比較粗 然後之後慢慢變細 然後在轉折點的時候 像這個臉頰圓弧這邊 有點稍微加粗一點點 加粗一點點往下又慢慢變細 然後我是看也有繪師喜歡就是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粗細變化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每個人風格不一樣 就是看大家喜歡那一種做好方式喔 好 我們現在已經畫完了臉部和五關 那我習慣在畫頭髮時候呢再新建一個塗層 因為髮絲可能會例如像會擋到臉啊 或是耳朵啊 五關啊 就是你新建一個塗層之後 畫完之後可能再用橡皮擦 就是清除一些細部就是有操縱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來描頭髮 喔對 然後快捷鍵就是看每個人習慣去做設定 就其實我不是個很常使用快捷鍵的人 就是像我現在回覆鍵我直接按Ctrl加粒 大家可以把它就是設在你們的功能鍵上 然後髮絲其實我也差不多也是像剛剛一樣慢慢的描 然後大家要就希望大家可以有耐心的把線稿描完 因為我覺得線稿算是我覺得蠻重要的一個步驟 我覺得線稿如果完成度夠高的話 就是你的上色就算不用太精緻 其實也能畫出一張很棒的圖 我個人觀點啦 大家就是可以參考 參考參考 然後也可以就是去看看別人的教學影片 因為就其實這只是我個人習慣的一個做畫方式 然後就是大家畫頭髮的時候 因為上色的關係就是大家可以不用像畫黑白膏啊 這邊還描繪一堆細細的髮絲 然後就是用樹的概念去畫 然後因為我覺得如果再加那些髮絲的話 會然後之後你一上色看起來會太複雜 所以就是我都直接畫這樣一束一束 然後之後上色的時候呢 然後再讓它上色看起來有就是髮絲的感覺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完成這個有點浩大工程的頭髮吧 我都不喜歡我的篇子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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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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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